看看新闻网 用了糟糕两个字 说实话 这两字形容得还挺准确的 看以前的照片会觉得 会有人说 我以前怎么是这样的 打发的时候有吗 每个人都有吧 不过这也不能怪和杰 毕竟当年咱们大家伙的审美 其实都差不多呀 比如这个 比如这个 又比如这个 还蛮多的 不一一点出了 要说做明星有什么不好 那就是你的成长历程 全都会被镜头记录下来 而且还会流传到网上 被大伙观摩 并且被小粉丝膜拜 这完全不会穿衣服 完全不会穿衣服 现在就可能会比以前 稍稍会打扮一点点吧 娱乐新天地 往事不堪回首 北京独家采访报道